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宝 那我想呢这个今天这个行情稍微的震荡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怎么样 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为什么美国昨天稍微回答 那我觉得美国也是创新高 创新高当然有一个获利回徒的卖压 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都无伤大雅 这都没关系 因为去那多 像美国也是创新高 NASDAQ创新高 刀 Jones创新高 创新高当然会有一些获利回徒的卖压 我觉得这是很良性的 那台湾当然他今天稍微的怎么样 有一些所谓的比较强的股票 当然也会有一些获利回徒的卖压 那趁这个机会 顺便把一些符额清一清 清一清符额 那我个人认为接下来是会涨的 那当然你在整个最近的行情里面 哇陈老师共轨 他的轮动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 其实你稍微注意一下 你会发觉到是有这个现象 那我今天我今天大概简单的讲 就像说 整个电子的族群 我一直跟大家带到一个很重要 现在是谈元宇宙 但是元宇宙涨来涨去 涨来涨去 就变成他的从最早的位数 宏达电威盛 对不对 然后又开始延伸到什么 阳明光 有一些光学镜头 然后又延伸到一些拉力不达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到又怎么样 又延伸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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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5G嘛 散热 你看看又延伸 所以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吗 有没有5G加元宇宙 有没有未来 宏达威盛宏达电之后 很多人都说真的是这样来去 对吧 那你看看这个 对不对 第二季了 那你看看他这个线 你看看这个线 对那你认为他会结束吗 那股本才8.7亿啊 对不对 那又延伸到这个东西 那事实上整个元宇宙的概念里面 他非常的广泛 可能很多人刚开始只是注意到说 这个威盛宏达电这一块 因为他做VR 那事实上他这个元宇宙这个概念 他不是VR这么简单的 我反倒是觉得其实元宇宙的概念里面 反而我个人是认为 其实VR这个东西 反而他最后他不是 他不见得真的这么卖钱 你虽然感觉上是说 他是从basebook 这个衍生出来的 这个元宇宙的概念 但是我个人认为 真正的VR 你说多少人要带那个东西 真的也是 有手机可能 大家带个那个东西 当然他会越做越薄 但是还是要带个东西 带个东西 说句很实在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 这个是牵强的 我记得以前在演阿凡达 阿凡达 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3D 阿凡达算是最夯的一部 用这个3D 后来你看看一堆电影 对不对 一堆电影都要搞3D 都卖得不好 因为后面人觉得 带个东西 电影院里面 不可以吃东西 不可以什么 很不松快 所以后来从阿凡达以后 你没有发觉到 很多的3D的也都不做 还是回到2D 所以说这个观念 就是我告诉他 元宇宙他当然他是有 但是他扩散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应该 应该不是那个 就那个VR那个眼镜 那个眼镜 我倒觉得后面 可能反而卖的不好 我认为他这个 元宇宙的概念 应该是要让你 最主要是怎么样 他是他是整个的 所谓的一个概念 那你概念他最后 还是得利于怎么样 还是得利于他的真的是 包括在IC半导体 设计 还有包括 他的这个整个的通路 他的快速的传输 还有他的这个 所要用的这一些元件里面 这才是最大最大的利润 我这样讲你就懂 像现在大家很多东西 你说都缺货 对都缺货 那你说 就像之前的航运 航运你说 航运的涨价了 大家刚开始都买航运股 结果来才发觉到说塞港 那事实上你说航运 他真的赚钱吗 他塞 他塞当然是把这个报价提高了 但是报价提高了 他的利润真的有那么大吗 你传出不去 你报价提高但是你传出不去 但是我们就发觉到说 事实上最大的受贿者 还不是说这个 这个塞港的这个航运股 因为你一塞了以后 别人整个原物料 全部大家塞港 是真正受贿的是那个原物料涨了 因为都塞住了 晶片也没有了 什么东西也没有 后来才知道说 藕钢铁 硕货 对不对 这些 反而这些才是真的得利的 纺织 对不对 这个整个原物料 那一样的 我跟你谈到的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说 大家刚开始会认为说 是那个眼镜 元宇宙是那个眼镜的问题 这跟航运股的 刚开始航运一样 就你会发觉到 其实最后面 反而不见得是 像宏达电这种股票 因为你宏达电 他做的是在买惊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 他的这个VR 他是 他是只跟这个怎么样 Facebook合作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你说Facebook 变成一个元宇宙的概念 那事实上到最后真的 受惠的不见得是Facebook 或者是这个VR的东西 我跟你说 你知道意思吗 你会去买那个眼镜吗 哦那个虚拟哦 可以 要戴一个眼镜 很难搞 人家说手机还很好 对不对 戴一个眼镜 但在里面头都弄 所以 之前有那个 在那个就是 很多的以前那个VR 宏达电刚退的时候 有在很多的一些 MORE 一些大楼 一些这个 有让人家试玩 有很多人在闪到那里头都傻 要逃 要逃 所以这个通系来讲的话 我是认为牵强 但是我认为元宇宙的概念 是很好的 他最后是怎么样 他整个广到 所谓的整个 又带动另外一部 除了智慧手机 除了电动车之外 他又另外的带动什么 另外又带动另外一个 所谓的这个元宇宙 我们讲的所谓的 Connection 就是要把整个 所有的东西 反正讲来讲去 都是要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 那我认为VR 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那我个人 我并不看好这个东西 我倒是看好怎么样 他整个周边连接的 那个power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所以我个人认为 你在最近的这个行情里面 你会发觉到怎么样 像你看看 为什么你看像这种 这种东西它会涨 为什么它会涨 对不对 因为怎么样 它还是上游 所以你不管用到怎么样的话 说句实在话 整个怎么样 我认为它这个还是很强 还有你没有认为 最近怎么样 接下来光学的镜头 所以我在前两天 我不是跟你讲说 像这个甲铃 这个甲铃 还有包括怎么样 像郁金光这个拉回来 我个人认为要注意 这个都是有一些是高阶的镜头 甚至我认为大力光 搞不好都还会东山再起 那你另外你有没有发觉到像这个 所谓的怎么样 5G或者散热的部分 说原来 对不对 你这个 这个做到这个所谓的 传输 原宇宙 这个很快速 所以说怎么样 这个一部分也很重要 散热的模组 5G的部分 但是我们最近我们看到怎么样 我们最近看到怎么样 你看看这股票叫华欣科 你有没有看到 这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这个族群 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到他 你说今天他用的ICU 没错 但是被动的这个族群 你看这华欣科 你有没有发觉到 来拉近一点 没关系 你看这华欣科 这华欣科 你有没有发觉到 有一点那个青州已过万从山那种感觉 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 你看到很多高价的那些电子骨 甚至一些之前比较长得多的电子骨 现在怎么样 感觉好像有点怎么样 做头的味道 有没有感觉 我不要谈什么 就是有一些比较强的 就感觉上 现在好像有点做头 那你反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怎么样 这感觉怎么样 好像正要怎么样 好像正要开始 那你被动元件讲的难听一点 什么需要被动元件 很简单嘛 你还记得前几年的时候 到最华欣科跟国际会怎么涨那么多 那个时候刚开始也是涨台积电了 大家也觉得说只有IC重要 IC重要 没想到你看前两年的时候 为什么后来这个国际涨到一千多块 花新科涨到将近也是非常高的几百块 为什么 后来到后面人家发觉到说 IC只不过是怎么样 一个族群 但是最后面变成被动元件最赚钱 因为被动元件也变成缺货了 更严重了 包括你这些电阻啊 电容啊 甚至高阶的这个 所谓的怎么样电阻电容 包括整个低阶高阶中阶都缺货 都缺货了 我还在说你有什么意思 所以你没有看到 已经接下来怎么样 细晶圆涨了 IC涨了 IC设计涨了 但是你们发觉到电动车涨 但是你们发觉到上面怎么样 已经一头拉股怎么样 套牢在上面了 可是你回过头来 你看看 我讲的比较代表性的 花新科 你看看他已经慢慢的 而且这个会不会有所谓的 年底的集团作战行情 你要去注意到这一块 你没有发觉到 已经慢慢的怎么样 我叫你注意 我叫你注意你就注意 那你 我今天比如简单的举个 你看这吃饭 吃饭 你看看 他是不是也已经慢慢的怎么样 法人昨天也大买 大买几千张 你没有发觉他已经慢慢的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被动元件这一块 你没有发觉他已经慢慢的 已经怎么样 他已经是很多股票 清州已过万中山 但是你现在看到反倒是看回到IC设计 看回到电动车 看回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 上面一头拉股 上面怎么样 就像当时的万海长龙阳迷一样 感觉一头拉股上面有很多人在上面等着怎么样 等着解套 那你看看这个被动元件怎么样 他感觉怎么样 就像怎么样 就像船产里面现在的航空一样 才各阵要开始 那我跟你谈啊 为什么 我一直跟大家谈 电子股里面最后涨的 而且最强的一定绝对会是被动元件 因为被动元件 他是怎么样 从低阶到高阶 而且他的怎么样 包括电阻啦 电容啦 包括这个所谓的怎么样 他不是所谓的跟你谈到怎么驱动IC那些的 他的毛利 我再讲一遍 他的毛利虽然没有怎么样 没有IC 那些所谓的IC设计或者怎么样来的高 但是怎么样 他缺货起来他是以量自价 所以你们发觉到慢慢的 你看看像这个 你们发觉到 法人似乎已经回来回补 法人似乎已经回来怎么样 回补了 而且这个怎么样 他是这个已经都是怎么样 都是青州已过万种山 那今天宏达电微圣 他能长那么多 那靠的是什么 整理很久了 我认为最主要还不是语言语咒 他整理很久了 那难道今天被动元件整理的不够久吗 整理的没有宏达电微圣更久吗 我认为也有了拼 那你现在你看到他已经慢慢的怎么样 你要真的等他上去了 我跟大家谈 你要把它记住 我前两天跟你讲这个 你也不觉得 我讲这个 陈老师我才不要买这个 才不要买这个 泰山之鼎硕大无比 我才不要买 陈老师我才不买 这红卫胜红达电上来的还有 还有下一支更强的 你给他骗笑的 你骗笑的 那红卫胜红达电之后 还有下一支更强的 我才不要买这个 你不要买没关系 你不要买 我没叫你买 我没叫你买啊 我还要再继续追红达电微圣啊 我才不要买这个 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要买没关系啊 我是不是跟你讲一个轮动 你看看一个轮动 有没有一个怎么样 一个轮动 那是不是你看 微圣红达电之后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接下来呢 有没有看到 陈老师我才不要买这个太硕了 这有什么用 你看 对不对 这有什么用 那你看看嘛 它是不是轮动 所以是不是 微圣红达电之后 下一支最强的元宇宙概念股 有没有 3338 太硕 那我反过来嘛 我问你嘛 很简单嘛 很简单嘛 就这样子嘛 来拉近一点嘛 那微圣红达电 都能涨到那个价钱 那你认为它贵吗 就这么简单嘛 那今天一样的道理嘛 我再跟你谈这个嘛 你看看 华星科上来了嘛 杰伯上来了嘛 对不对 那你看看 这开妹上来了 对不对 各位投资朋友 还有没有什么被动元件 现在未来就像泰塑 至于 宏达电微信一样 后面可能更强的 第一个 我们先看业绩嘛 我先让你看一支股票 就很简单 来看一下 记股票 这次被动元件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到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来拉近一点 今年第三季已经5块32了 我让你看一下去年 去年被动算还不错 你看去年怎么样 去年整年也赚4块7 他今年到了第三季已经赚5块32了 比开妹比贾爸业绩更好 比华星科更好 他到今年第三季已经赚5块32了 他到今年第三季已经赚5块32了 那我先让你看 这是开妹 这开妹吗 开妹不见得赚他多哦 你看看 那我再让你看 这开妹 那你看一下这叫贾爸 叫贾爸 贾爸也还好耶 也还好耶 那我再让你看一个嘛 贾爸对不对 我再让你看 这叫华星科 华星科啊 各位这也还好呢 那你各位那你去想一想 这都还没动耶 今年到了第三季他已经赚5块32 第四季少说我们就算6块好不好 6块本益比怎么样20倍 今天把这份赚要带回去 我陈老师跟你讲叫你注意就好了 今年赚6块本益比就算20倍 不要赚20倍 我们算100块就好了 我跟你讲你我叫你看你 回我们回到最基本的基本面嘛 第三季已经5块 那有很多人说 陈老师为什么这个被动元件 他的毛利 他的利润 甚至比很多IC设计 现在几百块的IC设计要赚了更多钱 这就是怎么样 IC设计就是人为的炒作嘛 很多IC设计根本就不赚钱 他就炒个题材能长到这样子嘛 那今天在整个IC设计来讲的话 被动元件他反而更赚钱 因为他是以量自价 他虽然是卖low的 他就算是代表DM的东西 但是他虽然没有什么驱动IC那些高档 但是你看他的毛利 你看他的利润 第二季已经3块多了 第一季就1块7了 他去年整季赚了4块7 他今年第三季已经赚了5块3 我听他说是在外法人是 眼睛有拉到眼睛 不是嘛 为什么 问题是什么 大家爱情设计 爱情设计要怎样 理孙没法管啊 元宇宙 元宇宙都还没开始 带一个VR VR 会贪钱 我不是 对不 阿凡达之后所有的VR 3D 全部没人家 人家都不要用了 我认为元宇宙真正的真正最大的受力者 受获者 真正会反映在真的业绩上面的 我讲是真话 这以后我跟你讲 你说法人他会不会回来回补 大爆发毅力不咬 你就给我记住 大爆发毅力不咬 会不会回来回补 光看这种业绩 比很多IC设计都要好太多了 你慢慢看法人会不会回来回补 各位我跟你讲是真的 很多的东西 陈老师啊 我不爱买 陈老师啊 我不爱买 我知道你不爱买啊 你怎么会爱买呢 就像这个时候 卫生跟红达店长那么多 我叫你回来买 泰塑 你会爱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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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爱买嘛 结果呢 你看现在泰塑 那你回过来看看红达店会生 那一样的意思嘛 我今天跟你讲 华兴科上来了 杰伯上来了 今天开妹上来了 那我今天我很简单嘛 我从基本面下手嘛 再找更好的 各位投资朋友 这比很多IC设计都要好太多了 有很多IC设计 我跟你讲一整年赚不到一块 你知道现在多少钱 几百元 很多IC设计赚不到一块 金你几斤几百元 还有很多生技股 连一块都赚不到 现在已经几百元 一趟五块 那他 那他为什么 他也是受到元宇宙的影响啊 订单也是接不完啊 你等到以后大爆发了以后 你看这个公司 接下来我就要你注意啊 你就把它记住啦 法人会不会回来回补嘛 我就讲给法人听就好了嘛 法人现在有没有 没有嘛 那法人现在开始在买什么 法人现在开始在买什么 开始在买什么 我陈老师跟你谈了很多的问题 对那你现在 当然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 我们有更 我们有更好的条件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陈老师我常常讲嘛 摆在这边的就是基本面 去年才赚十块七嘛 摆在这边的就是 对吧 建公司的基本面嘛 建公司的基本面 就是在这嘛 那这一支股票各位投资朋友 我只跟大家讲 不要多 一百就好了 我今天讲的难听 要是像IC设计那种涨把 这种业绩 那不止一百的 我讲真话 这种业绩在IC设计里面来讲 很多IC设计 连一块都没有 今天你涨到都几百了 你要把这份资料 陈老师送给各位 希望今天大家把电话打进来 我陈老师跟大家讲 你现在目前来讲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到 下一波的重点股 就像很多人 他现在喜欢去追航运 但是怎么样 航空似乎更强 对不对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SPN海星台 2022荣耀回归 就看第四季 888长虹专案 让您信心十足 一路长虹 长虹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头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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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投资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找到 下一支的宏达电微生 我也相信很多人都想要找到 下一支的宏达电微生 低档的宏达电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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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我陈老师就跟大家讲 有没有机会 很难讲 很难讲 我常常讲很多事情 你等到过了一段时间 就怕你来不及 宏达电微生 家经 有没有低档的家经 派说 这都讲过了 今天这份资料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赶快索取 好好把握下一波的重点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证据 去 证据 证据 好 证据 静 证据 证据